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服務 哇 今天晚上吃這麼好 好 好棒喔 今天是中餐 現在是吃中午餐 不是吃暗餐 暗餐又吃得好 哇 好棒喔 這個叫做懷食料理 也就是會食料理 懷食 懷食是怎麼來的呢 日本 大和民族 日本人說是和食 所以日本的懷食料理 叫做和食 他們的料理 是進入世界文化遺產 跟韓國的泡菜 跟中國的聖盤 這三種東西 都是進入聯合國無形的世界文化遺產 所以非常不簡單 說日本人進入世界文化遺產 怎麼不說是懷食呢 那因為他們是和食 所謂的和食 就是因為它是大和民族 那我們第一個行程已經走完了 我們要來到米吉林的人氣飲點 在日本 飛頭山 飛頭山 來這裡一定要吃飛頭牛 這邊的牛肉特別好吃 你們還在逛街 還沒有去 高山山之丁古道 剛剛才吃飽 你看每一個店鋪 都是古色古香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就是 酒 我們已經來到飛頭山了 我們現在已經在高山山之丁古道 古街上 這一條古街 已經有四百年的歷史 在高山城 這裡有一個隔山峽 峽柱 叫做金森長徑 他就是 把高山這條古街 用京都來規劃開發的 在江戶時代的傳統建築 我們可以看到 連這典雅的氣氛 給我們這個高山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叫做飛頭的小金督之城 就是這裡 這裡面 這裡面有很多 各式各樣不同的餐廳 還有地酒 還有長酒 還有紀念品 都很多 不過這邊營業 只有到傍晚而已 所以在這個古街 大概走來走去 都是賣這些東西 那這裡還有最好吃的 就是牛肉 這裡叫飛頭山的牛肉 也就是我們在說的和牛 它的和牛 它要切一角一角 然後 這樣烘烘的 大家就去買來吃 你看這個好可愛 都在餐廳 都在餐廳 有時候都要排隊排很久 排隊排很久 所以 我們的客戶 大部分都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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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們要擺堆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建築物 就是跟小京都一樣 還有里亞卡人力拉車 跟南山杜月橋一樣 所以說高山古街 這個地方 有角京都之稱 我們可以看到旁邊 這條客戶 這條客戶叫做公川 公川 這條紅球 所以這條客戶也是 很漂亮 讓我們的感覺 讓你逛街逛完了以後 走到這個紅色的橋 看到這個公川 就會覺得很漂亮 所以這個古街為什麼叫做三丁 因為有一之丁 還有二之丁 三之丁 不過三之丁 保留就是最古味的 所以我們在高山 高山三之丁古道 就是因為這邊有三之丁 不是三支丁 是一支蟬 還有一支丁 就是古街的名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特別講說 它是高山三之丁古道 因為三之丁是保留最古味的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里亞卡 我們就會覺得好像來到京都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有小京都之稱 這也是在日本 他們的傳統的建中 會保存 會被日本指定為重要財 最重要的財 財產 所以來到這裡 我們要替他們幫他們保護 真好 所以你要保存這一種木造傳統的建築 真的非常的不簡單 我做過很多國家 我感覺日本保存得很好 尤其是他們高山寺的時候 他們的彩繪精緻又美麗 有機會我們也可以這個時候來 他們家外面都會用彩繪 所以這個傳統的老屋子 讓我們看起來 就是也是那種洞水 也是粗粗 也是一樣的建築 一路的風景真的美到 讓我們說 水到讓你不會穿開 那我們又要到一個景點 這一個景點也是相當相當的美 所謂的人間仙境 也就是在日本中部的第一個名聖 叫做上高地 人家說日本留下最後的一塊淨土 最乾淨的地方 叫做上高地 我們已經到達了美麗的上高地 那上高地 這裡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河童橋 我們會看到河童等等 我們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它叫河童橋 然後這裡還會看到 河童橋 有一個河童橋 河童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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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漂亮的池 講話比較慢 不好意思 我好像是要咳嗽 就會突然這樣停起來 所以不好意思 講話比較慢 要不要改進 說比較快 這個就是中部最極代表的觀光聖地 叫最有名的大正池 從頭到尾 跟這個地差不多10公里 哈